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关方言的经文 格林多前书12章7节到11节 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那么通过上面这几段经文 我们可以知道 一切属灵的恩赐都是由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也许还不明白方言这个恩赐有什么作用 那我们继续来看经文 格林多前书14章2节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那么方言也就是你用神所赐给你的言语 对神说话 那么得到方言的家人 不要因为你不明白自己的方言在说什么 就不说了 反而你要更多的去操练 因为方言是你的灵和神在讲说各种各样奥秘的事 所以格林多前书14章4节当中的经文告诉我们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所以没有方言的家人们 你要渴慕得到方言 要和神去求 当你渴慕的时候你就必得到 那么下面就和家人分享一下我得方言的经历 那么在我没有得方言之前呢 我的祷告呢 总是突破不了半个小时 那他就是纸上都记满了一些祷告的一些的标题呀 但是怎么也突破不了半个小时 我就想啊 父啊 这么多神的仆人他们祷告都是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以至于很长时间祷告 我说我就无心祷告 半个小时我就没有尘了 这怎么祷告下去 怎么突破呀 后面呢就看到有的一些牧师和师母 他们会说方言 我就很渴慕 我就回来查关于方言的经文呢 就看到了圣经当中刚才我们读断了一个 说方言是造就自己的生命 是自己的灵跟神殊存的奥秘的启示 那么我就更加的渴慕了 哎呀 我说要是有了这个方言以后 那我的祷告就不受任何的拦阻 不受时间的限制了 因为方言 你只要脏嘴说 就一直有啊 一直祷告下去啊 就这样的 非常非常的渴慕 那么就求啊 向神求啊 求啊 求了一个星期 有一天早上在办公室 我说不行 我是父啊 嗯 我是你的孩子 你赐给别人 你要赐给我 因为你是不偏待人的神 你一定要给我 当那天我很渴慕的又在一项神求的时候呢 哎 突然圣经就有一个感动 我说你脏嘴 你说呀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的理性很强 我咋说呀 我不会说方言 我说不出来方言呢 那圣经说你说呀 就按照你认识的这个牧师 他那个方言你说呀 那我就记得他说的方言 就是一个叫什么 空巴拉撒巴拉撒 我就开口 我就说了他这样的方言一句 然后后面 全部是神赐给我的方言 我还清晰的记得那个方言 像韩语一样 它不是单英姐的家人 它不像现在弟弟兄姊妹 你的方言是滴滴滴 哒哒哒哒 那个单英姐的 我说出来的那种 就是非常连贯通畅的那样的方言 哎呀 那天就给我开心的不得了 就那一天我都在说方言 然后回家了也在说方言 非常的兴奋 那么那个时候就开始得到方言 而且方言呢 随着我的祷告 随着我生命的提升 然后就不断的在改变着 那方言到现在 我都不知道变了多少种了 这样的 就说你不断的常常去操练方言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的方言也在不断的变化 而且在得到方言以后呢 我的祷告真的突破了 我的祷告从半个小时突破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以不停的祷告 不停的祷告 不停的祷告 我就很兴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被方言开启了以后呢 我就开始真的进到属灵的恩赐里面了 就感觉到 这个方言就是一个打开属灵门户的钥匙 当我不断的操练方言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自己进到灵里面去了 然后呢 圣灵就开始带领我 一步一步的开启鼠灵恩赐 然后开启了一病赶鬼的恩赐 然后开启了预言的恩赐 翻方言的恩赐 那么这样的鼠灵恩赐就是不断的通过 方言开启的 那么我们再说一说翻方言的恩赐 我们来看经文 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到28节 弟兄们 这却怎么样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个人会有诗歌 会有教训 会有启示 会有方言 会有翻出来的话 凡事都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 只好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着说 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那么方言是造就自己的生命 开启属灵门户的钥匙 所以呢 在教会当中呢 要不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说方言 一起方言祷告 要不我们就不说 那么如果说是 有一个人领受圣灵的话语 他要说方言的时候呢 那最好要要一个人翻出来 因为所有的恩赐 在教会当中 都是为了造就教会 如果没有人翻的话呢 那么我就在教会当中 不去说方言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那么关于翻方言的恩赐呢 我可以找一段视频 给家人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在特会当中的时候 那进行这样的一个翻方言 就是一个人说方言 一个人把这个方言的意思翻出来 那么翻出来的意思呢 那家人就能够听懂 因为他是悟性的嘛 那听懂了以后呢 就能够造就弟兄姊妹的生命 好 那么家人可以看一下 下面的一个视频 你是被更新的人 你是一场所有的体力有病 都因你的改变而改变 你的环境和你所有的困抱 因你的改变而改变 孩子你要睁开眼睛 看你身边有多少天使 孩子你要睁开眼睛 看你身边纹绕了多少灵 这一切的灵彻夜 在你身边运远的 随着你的心思变化而变化 随着你所盼望的执行着 你的心中所想望的是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我将这一切福音的灵 放在你的身体 出于你私意的 它必定使你半年到里面 出于你爱的公义的 必定使你更加刚强 我今天在这里所要向你诉说的 你要切切地记在心里里 每一份的感动 都是我的名在里面的感动 孩子你要知道我在你的身上 我接着这段人一起向你说话 我在你的心里 你伤心的时候我在那里 你喜乐的时候我也在那里 孩子你知道吗 我与你同受这一切 你的忧伤是我的 你的疾病是我的 你的疼痛是我的 你的喜乐是我的 因为你的身体是我的 你的心不要忘了我 你何时相信我 我何时与你一体 我必与你同度过一切的难关 你所有所有的经历 都是我与你一起经历的 孩子你知道吗 我爱你 没有一样的经历 和没有一样的心思 不是我与你一同经历的 甚至你在暗地里面 思念误会和肮脏和一切 罪恶之事的时候 我在那里 甚至你立定心志 想要悔改 又从心灵里面 立定跟随的时候 我也在那里 那么家人们 这些恩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是为了神的百姓 得到这些恩赐以后 能够造就自己的生命 能够造就教会 那么我们要渴慕 这些属于的恩赐 但是却不要把这些恩赐 抬得过高 那么神赐给我们 我们就发挥出来 那么造就自己的生命 然后让教会 也在这些恩赐当中 能够造就弟兄姊妹的生命 那么不要去抵挡方言 那么刚才我分享了一下 自己的经历 那么我的所有的属灵恩赐 都是用方言 这把钥匙所打开的 我相信当你不断的 操练方言的时候 你也能够进到属灵的恩赐当中 也会一个一个的 得到全类的恩赐 好 我们闭目祷告 亲爱的父神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恩典 求你将属灵的恩赐 一个又一个地 赐给可慕的弟兄姊妹 让这些恩赐 能够充分地 造就我们的生命 也能够造就教会 也请你不断地提醒着我们 恩赐并不代表着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真正扎根在 你的话语当中 也就是真正扎根在 真理的当中 使我们不偏离你的方向 求你时刻引领着我们 走这条成圣的道路 直到回到天家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感谢神 祝福每个家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